每年的5月份到8月份 來到新港鄉鴻海政頭 都可以吃到最新、最新的鴨子 前一陣子因為穿冠文 還剩大後 影響到鴨子的行動 一直到7月份才開始有鴨子 介紹說比去年幾十塊錢 一斤不到170塊 是優勢以來的最關鍵 在新港山山鴻海地區 每年5月到中秋作優 是鴨子生產的規則 尤其中華鴨海 是用鴨子生的養食方式 利用鴨子給鴨子去收養粉 雖然大小小 但是口感比較Q 真受到消費者的喜愛 我也是大大大大 他也大大大大 我告訴你 有時候會吃屁 在洗屁 我們煮有時候會吃 他們吃不吃 屁不出來 如果他們用比較乾淨 但是今年因為我們的影響 海水超過30多多 鴨子就不大 所以到六月底才開始有糖色 生性不夠多好 怎麼說 鴨子比較好 不大 比較慢 老的在做而已 學歷學標示 除了氣候的影響 現在人家也越來越難吃 鴨子的工作太甜 又賺不錢 現在都沒有年輕人要做 春老的在做 大家年紀越來越大 也用來做不去 除了天氣的影響 人家老花也是鴨子越來越少的一大萬元 因為三郎港街 街上比9年還去10元 一斤賣到 stance 對著嘴新聞也有 新港財訪報道 谢谢大家